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27篇中讲 定业很难改变 菩萨不会帮我们改定业 但是可以让定业转化为佛力 学佛修心后 这种定业会转变 佛菩萨的加持 佛菩萨加持力 让自己和自己的忏悔心 定业慢慢地就可以转 这个定业还是有的 但慢慢转化成为另一种善业 请师父开示 有定业就一定会受报 那怎么将定业转化为佛力和善业 你看他们都是学的 他们现在都学的 很厉害的 对不对 他们在独居的当中 在家里一个人没事 他们就看《白话佛法》了 对不对 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叫共修 在家里一个人叫独修 其实定业的转变 虽然菩萨不动因果 但是菩萨让我们自己改变因果 实际上人是会改变定业的 这个定业比方说了凡事须 本来说他算命 47岁会死 但是没想到他活得七八十岁 为什么 说他算命的时候 子孙没有 下无子孙 上无高寿 实际上他子孙满堂 因为他通过念经学佛 他改变了他的命运 你们说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定业 所以虽然我们说不能改变人的命运 但是通过你自己的学佛修心 菩萨给你的加持 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定业 否则修什么心啊 都改不了我修什么心啊 就是要改掉 你才能真正地达到修行的目的 师父这个定业还有 也有不是说就是恶的 也有善的定业 定业 是啊 你一生当中人家说你15岁 能够读书读得非常好 到20岁 20岁之后呢 你有一个坡度走下坡路了 然后20几岁呢 不是这有好有坏的吗 定业啊 都定死了 所以算命的人 为什么算不好的都这么准呢 因为不好的东西它改变不了 你做了很多的坏事 你继续让这个定业越来越厉害 你做的好事可能是善报 报掉了 所以很多人饿的 他都算不 是不会算错的 一算你说 你有财运 我哪来财运啊 你会有什么什么好事 我没有好事啊 那就是已经被自己造的口业了 现世的一些重的恶因了 慢慢地把你福全部报掉了 所以福没有了 听得懂吗 听懂 师父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